然后另外咱们说完这个事 咱主讲啥呢 家门 NASA 咱们讲讲这个飞船 这个事特别搞笑 想听过 扣扣扣扣想听啊 我今天仔细研究一下 因为我对这个事情 我非常好奇 我的月亮什么样 宇宙什么样 太空什么样 我特别好奇 家门咱们有句话 叫谁掌握了月球 谁掌握了太空 对不对 然后咱们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美国NASA 这个事 美国NASA和波音飞机 波音公司呢 合作了一个太空飞船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叫做什么 叫星际客机 这个事 前一段时间 吵得沸沸扬扬了 今天兄弟们啊 就关于这个事的 最新消息来了 我一直想给大家讲 没抓到机会 经过一系列的 抢救工作家们 这两个人 回来的日子 又一次推迟了 就是在空中 就崩飞了那个 就像崩崩花似的 把那飞船 差点害羞羞了 没给崩飞的那个事啊 就是这俩人呢 上前这俩人 可能又一次回不来了 而且现在很有可能是 之前NASA 送太空里面 那个几个人 真的是回不来 为什么 因为飞船 不是这出问题 就是那出问题 尤其是啥呢 咱都知道 就害气泄露那个事 是不是啊 搞不定啊 就是没招了 害气是什么 就这个事 已经出了八百 八百年了啊 这咱一直没讲 而且没有一个人说 系统的给咱们讲明白 对不对 就包括我 关了一些博主 都没有讲 所以说我 我就从里到外的 我梳理一下 所以大家讲 为什么说这个晚上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这么严重 为什么他们还活下来了 咱现在了解说 害气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啥 它是一个火箭燃料的压缩剂和 不是压送剂和这个增压剂 是干啥的呢 就是负责啊 就推动太空飞船 往前走的 因为什么呢 太空是静止的 它没有大气层 没有空气 所以没有动 没有个助力 都是惯性嘛 对不对 都是惯性 就包括我们到太空 都是飘起来的 所以要想让这个一个东西 在太空里面走起来 必须有一个气体去推动它 那么这个害气 就是推动飞船往前进的那个 那就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用咱们老百姓的听众话 就是基本的动力 动力系统 一旦这个晚上泄露了 或者是没了 那废了 那飞船就是活关在 就直接失控 只能在太空就飘了呀 就飘啊 飘啊 就成啊飘了 严重一点 它还会引发推进剂 温度失失控 这个晚上推进剂 如果温度失控了 会干嘛 直接飞船爆炸 直接爆炸 但是汗气泄漏呢 家伙们 一直都没解决 有人说嘛 没解决 敢往天上干 就这么呢 真的 就是飞船的这个密封系统 老是怎么好 动不动就露气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 因为我是系统梳理的 我也关注那些历史家伙们啊 2019年的时候 NASA就让波音呢 进行了一个 飞船的首次试飞 结果飞了三分之一 不到出问题了 就开始汗气哭哭往下露啊 就不得不在失控之间 就反回来了 然后波音就不服嘛 说老子天下第一啊 我这晚上研究不好 谁也研究不了 啊 就波音就不服气 到2020年的时候呢 又搞了一次试飞 结果呢 这次问题兄弟们 更多了 一会儿就是仓门就给你露了 啊 就露气了 就密封那晚上就不好使了 一会儿推进系统 罚门 咔嚓就出故障了 一会儿 那个那个缆线都断了 一会儿又害气泄漏了 中间就不断调整 不断调整 好在什么呢 好在这飞船彻底失去控制之前 磕磕绊终于进进进进 进入到轨道了 我过去是波音公司呢 就是拿回扣给的多 再加上 美国也没有什么 别的航天航空公司了 所以说NASA呢 又不得不再次跟波音合作 啊 合作什么 就这一次 呃 发了天 那个叫星际客机这个项目 前两次这个项目呢 都是无人飞行 但这次不一样啊 那就再人飞行啊 如果真出问题 那不得了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死活检测就是不过关 啊 尤其是什么 密封条这个问题 可能有点解决了 其他问题有点解决 海气泄露这个问题 先后兄弟们 你知道咋个事吗 出了拔四问题了 出了拔四 反反复复的 就是不停的通不过 NASA击眼了 最后就大骂 大骂不议飞机 说你到底靠不靠谱 啊 能不能搞定了 啊 这个龙国那个六哥 现在都在 那个月球背面 都挖土了 回来研究好几天了 我们连个太空飞行 都做不到 太丢人了 就挨了骂呢 波音也着急了 是不是啊 但是波音 说他们是真搞不定 他连飞机都搞不定 怎么搞定 这个航空飞机呢 飞船呢 2024年 本来呢 说是上半年就发 但是老体毛啊 就一看半年都过去了 波音已经连续造成将军 啊 现在你们看不看着 只要刷新闻的 只要今天看新闻的 你们都能够看着 这个新闻真的 我能我能笑一年 有人说啥事呢 就是今天嘛 韩国那边呢 就是击落了一百来个 都一百来个 在那个朝鲜 就是这上空啊 那个气球 这气球都从哪来 从朝鲜来的 而且击落一百多个呢 还是为数之半 为数还没过半的 啊 还有将近一大半的气球 在天上飘着呢 都白闪着啊 那个贼透明 我都看气球咋样了 然后韩国方面呢 说现在目前呢 在进行这个生物检测 然后呢 就是提防朝鲜这边 使用什么生化武器 到底你们这是啥情况啊 现在韩朝咋的 这双双咋的 忍不住了 这哥俩 又干起来吗 这不知道 而且这里面家们 这里面到底都是啥 到底你们有没有 看着给我抠出来 这给我乐屁的都 这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啊 今天凌晨六点多钟的时候 最强80后 突然间也不知道为啥 观光网 就是突袭平壤导弹 那个发射基地啊 然后随后十几枚的弹道导弹 观光网日本海奔向了 就奔向日本海 事后呢 美国直接喊话 说差点炸入他们的核潜艇 咋的 难道美国这次也被朝鲜 给盯上了吗 朝鲜这次咋 就是放大招了 出大火了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事 给我乐玩了 就是我看了个图片 哎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我说这这这这我也看不清啊 我说这是人都站在哪呢啊 我一看飞机上 我再看这飞机老眼熟了 我再骂呀 这不是MQ9死神无人机吗 我再一看这人的打扮中东那边的呀 穿的也不太富裕呀 啊 我再一看新闻 妈呀 野门胡塞无装 老铁妈 野门三天干了四艘美军军舰之后 再次宣布说又一次击落一架美军的MQ9死神无人机 而且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次击落的地点很可怕 竟然是在哪沙特附近 而且兄弟们几乎完毫无损呢 哎呀 老完整了 真的 连碎片都没有 都整个的 这次美军到底打什么算盘啊 是吧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野门胡塞武装到底咋的了 这是第三个事 第四个事啊 就是泽连斯基 兄弟们泽连斯基真是疯了 你知道咋疯了吧 就下定 现在他要干啥呢 就今天咱先有个前提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昨天开会的时候 我忘了在哪呢 昨天他干啥去了 是去去去去白俄罗斯去找卢哈申科还是谁呀 反正开了个会 会上就说了 说现在呀 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他不合法 哎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说 你新总统选不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啊 你就总统 就是前任总统 你要代替新总统去行使这个责任 那么我们俄罗斯承认谁呢 我们承认是乌克兰的议会啊 包括议会的这个议长啊 叫什么什么什么记忆的啊 我忘记了 但是这个人呢 跟泽连斯基的关系还挺好啊 所以说呢 现在在整个的俄罗斯 包括普京都在打这张牌 已经打了四次了 就是不承认你乌克兰政府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人家俄罗斯也想谈判 对吧 那谈判的时候 我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 我跟谁签 我跟人签是合法的 我跟你这个总统签 我不合法 然后紧接着泽连斯基疯了 你知道吧 泽连斯基说老登 不是老 那个老普 你真是恨我不死啊 这么的我直接下令 干啥事了呢 直接用爱国者导弹 直接炸俄罗斯本土 普大帝直接怒了 直接发了个警告 说背后的我都不干你乌克兰 今天老子就直接告诉你 背后国家 我必须调查出来 你必须遭殃 然后紧接着 你知道谁出事了吗 家伙们 啊 谁出事了 德国 随后德国和美国 同时站出来谴责乌克兰 但德国也出事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这次美的这么快 认怂道歉了呢 啊 咱们今天一个个来讲 首先讲谁呢 今天亚洲 欧洲 以及中东都有事 包括非洲 他都有事 但今天咱从哪讲 咱今天必须从半岛开始讲 为啥半岛事太大了 新闻你们看见没有 报道的标题是这样 啊 就是老多标题了 但是有个最 什么呢 就是韩国军方 击落一百多个 来自于朝鲜 释放的气球 韩国军方 正在进行 生物的检测 防止什么呢 叫防止朝鲜 使用生化武器 哎 你说放个气球 怎么能用生化武器呢 然后我看了这个新闻呢 我就当时我感觉没啥 我看完这个标题之后呢 我就往下找啊 一找之后 家人们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啊 俄罗斯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 放弃幻想 让中东抵抗武装 能够从俄罗斯这得到 更先进的武器 叫什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唯唯就诏 俄罗斯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啊 也是有军师给他那啥了 也是真有军师了 怎么个事呢 俄罗斯说了 刚才我不讲了吗 说 我 感觉俄罗斯啊 就是俄罗斯自己外长说的 说我们 不想在中东 保持观望着的角色了 美国你不知道 找代理人吗 那我俄罗斯 为什么不能找代理人呢 对吧 我也想远离我的本土啊 现在你跟我让乌克兰跟我干 隔三差五照 我闹不闹心 难不难受 刺不刺激 经不经济 意不意外 烦不烦人 个不个人 对吧 但是如果我在中东呢 那我就打的一圈开 免得百圈来了 我放开了打呀 不是我国土啊 我干死你 我把你所有美军的中东基地 给你干出去 我就帮这些 这个弱小国家 我帮我弟弟 行不行 行吗 我一时三鸟 我干的你美军 在中东立足 所有中东感谢我俄罗斯 而且我还能做实验 都不用军演了 我这实弹真刀真枪 战场上给你演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 就应该在中东 下下猛力 真的 现在他也是这么做的 给胡塞武装提供了 那个什么吗 好多先进武器吗 用于打击以色列和美国 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缓解俄罗斯在欧洲的压力 太漂亮了 这个状态应该这么大 这样说 不管是面对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的方案 都能够占据主动 不受制于人 这个原则也非常适合 反霸阵地的其他国家 要让俄罗斯撤回到 2022年2月23号之前的边界 你光靠加大北约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个力度的依赖是不够的 必须得北约亲自下场 但是美国啊 或者整个美西方 现在有这样的魄力吗 即使有啊 大家都宠老大 都硬着头皮 说俄罗斯你是个啥就干你 你有这个能力吗 地主家都没余粮了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包括整个北约的军火库 你能拿出来多少弹 俄罗斯今天真下场 跟你北约打了 一个星期你都坚持不了 信不信 除非你都合武 北约的优势是什么 家人们 有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北约有优势 是有优势 北约的优势是经济规模 兄弟们 如果他没有热战 跟俄罗斯打经济战 那有可能真让挺难受 还有什么呢 就是信息战 北约面对俄罗斯优势 在经济和信息战 但北约的问题也不少啊 俄罗斯在最开始战争的时候 就你知道当时 为什么在基辅撤军吗 俄罗斯当然打的 那是满面桃花开 那东南西北中 那五线作战 登到四五六 一天之内干到基辅 牛不牛 太牛了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撤了吗 居然俄罗斯海军陆军 空军海军陆战队 包括火箭军 几个军种 信息不统一 没有后援 这打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啊 就咱们打英雄联盟 都招补现的吧 是不是都招打buff的吗 没有后援 就我这 我刚到基辅了 往后一手 妈呀 队友呢 没了 我明天吃啥不到 有没有蛋 没有 搞笑不 直接让人给 翻盘了吗 抄底翻盘 福底抽新 这就是什么 叫综合作战能力 现代化综合作战能力 信息战 信息战 最牛的一个 就是你首先 你得信息互通吧 大哥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信 但是现在俄罗斯 打上 打上道了 越打越好 越打这个 在战争当中 去什么 治军 在战争当中 练兵 在战争当中 调整策略 俄罗斯 真是个奇迹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 叫战场换将 乃兵家常事 不是 乃兵家大机 对吧 俄罗斯换了多少大将了 总是换了一波接一波 拉平换到格拉西莫夫 格拉西莫夫 换到苏洛维金 苏洛维金 再换到拉平 拉平换到格拉西莫夫 对吧 现在不仅战场换将啊 兄弟们 国防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抓了四个 灭了一个 都换了 全换 你看过有这样的吗 对吧 而且换完之后 越大 越开窍了 所以说现在 就是这些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 而北约 自己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 为什么呢 咱们就拿说 就是 就是你打仗 你靠什么 兄弟们 你靠人 你靠刀箱炮 然后第一个新闻 咱讲啥呢 就是今天 呼哈 还乌扬扬 就整个互联网 全在吵一个事啊 而且呢 咱们家这边 已经也发生了 就什么概念呢 我们的 还有俄罗斯的 四架轰炸机 直接出动了 浩浩荡荡 直接干到了 就是北美防空识别区 然后美军当时就疯了 就这事气得不行了 我喊叫啊 气急败坏啊 直接干了去了 什么F16 什么F35啊 而且最夸张的什么呢 还摇影 还让加拿大出动了什么呢 叫EF18战斗机 协助拦截 那么问题来了啊 就是之前咱都知道了 那俄罗斯屠酒屋也没少上美国家门口晃悠去 对不对 为啥这次的反应就这么大呢 这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俄罗斯国防部呢 就通知美国 说你也别嘚瑟了 你也别晃悠了啊 说我们这边呢 我给你通知一下 我们刚试射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啥呢 叫白洋M洲际弹道抖弹 而且这回说了 感情好 说我升级了 我不是原来的了啊 白洋已经不是原来的白洋 你大爷 不是原来的你大爷 现在我的白洋 我升级了啊 还有什么呢 就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哎 我也试射了 什么概念兄弟们 熟悉这俩 这俩弹的啊 你们都应该明白 这俩弹是完完全全 可以覆盖整个美国全境的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这怎么好 早不设晚不设的 非得这个时候 俄罗斯赤裸裸的对美国发出核威慑呢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兄弟们啊 这个菲律宾 哎呀 这个事啊 这个事菲律宾这个事好啊 怎么个事呢 就是被台风给干了 啊 而且被台风都干成傻子了 家人嘛 先是12个人 强闯仁爱娇 被台风乌央一下 直接干大海里淹死了 啊 紧接着一艘装了 得有140万升工业燃料的那个油轮呢 在马尼拉湾沉浪 大量的化 感谢徐一良啊 大量的化学物 直接就污染海洋了 啊 你说干了什么事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连续两场事故 难道真是因为台风太猛了吗 你们觉得是不是 你们觉得是得给我扣不一 觉得不是给我扣不二 好不好 还有什么呢 就是内塔尼亚湖家吗 内塔尼亚湖在美国被袭击了 有人知道这事不兄弟吗 有没有人知道这事 内塔尼亚湖在美国 他住的那个地方啊 那帮反以色列的那个人群其而公之 在内塔尼亚湖 咱也不知道咋个事啊 也不知道他们咋发现的 也不知道他们咋找了这个内塔尼亚湖 这个房间的 就那个卧室里面扔一大堆丑的 哎呦啊 但小胡子受到这个威胁 也不为所动啊 在美国国会那家伙讲呢 裸鲜喧天憋猴其名 那美国人要站开 好啊 我爹说的对 这是 而且说啥呢 要建立那个中东版的小北约 这个中东小北约兄弟们 如果搞成了 如果他搞成了 会怎么样啊 咱今天直接 这个消息太狠了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已经刷到视频了 咱先讲的第一个啊 就咱家两架轰6K 系列的轰炸机 还有俄罗斯两架图95MS 战略和轰炸机 二话没说兄弟们 直接干到哪的呢 干到那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 防空识别区之内了 最后甚至让老美下邪本 直接出动了F35 还没当事啊 那么说到这儿老铁 是不是就纳闷了 是不是要说说你 这次说到底 不就是一个中俄的 那个战略巡航吗 而且咱家这边也说了 我们不针对任何国家 对不对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我们就是自己 没事溜达溜达 联合我们就是看看 怎么合作的更密切 然后呢合作的更顺手 是不是啊 这美国犯着这么紧张吗 又警告 哎呦哇 又出动什么F35 叮当456的 哎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啊 这次对峙的具体过程 俄罗斯国防部 已经是放话了 直接放出来了 那个过程老铁们 我跟你讲 绝对算得上四个字 那叫做惊心之动魄 咱还得从一开始说起啊 说完你们就知道 为啥说美国人这么着急了 但咱提前说好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就是正常的巡航 对不对啊 而且我们在什么呢 公共的空域 没干涉任何人 也没针对任何人 我们先前提说好了 好不好 老铁们 一浪四十四个出手了 那这儿八角的国战呢 那叫战争啊 那不叫冲突啊 战争规模 也不会再是中小规模的冲突了 还有对抗了 实打实 那叫第六四中东战争啊 那么既然如此 谁打仗之前不得操个家伙事啊 不得摇摇人啊 你那不是单挑 那叫群楼 对不对啊 咱小时候也见过 你不得摇鸡车人呢 首先就干嘛 家伙们 伊朗在干的事 前两天我说了 一天真的抓了二十个人 全内奸 第一件事 内鬼除掉 全世界都知道 家伙们 伊朗被美国渗透成筛子了 这一点伊朗自己也知道 以前还没打仗 伊朗政权的麻烦 一大堆屁事 这一块还可以暂时往后拖一拖 现在如果家伙们 大战在即什么干 你要打国战了 那你出奸的紧迫性 那就大大的提前了 而出奸肯定是要时间的 所以说必然要拖上一拖 我就问你家伙们 就伊朗无非两个选择吧 现在干 对不对 不管那些 不管啥 我就这样自主 管这输赢的干 干完之后 打回来了 又 你说这样丢人 还是说忍一忍 对吧 忍到所有事情都弄完之后 一炮走轰 好 哪个好 要是你怎么选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还是我不管三七四五六 就干他 我不管输赢 输赢拉到 赢了个好 哪个行啊 肯定是得做好选择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呢 对不对 而除奸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首先是进攻 伊朗 与以色列 咱那天说了 一千八百多公里 上千公里 一旦开干 伊朗不是黎巴嫩 黎巴嫩跟以色列接壤 伊朗中间 隔个伊拉克 隔个叙利亚 他如果真开干了 必然不管你空海陆空三军 你得穿过人家伊拉克 穿过人叙利亚 穿过两个主权国家领土 对以色列作战 这个难度老铁门 不是说盟友就简单的 太难了 太大了 工程量太大了 毕竟伊朗和以色列 这样的打国战 不是发几个火箭弹 那么简单的 不是飞着二级脚 那么简单的 飞着无人机 那么那么那么轻松的 所以说这可能有人 还会说啊 那以色列 那个背后是美国呀 老美把F22 一个中队呀 十几架战斗机 都不如在中东了 还有双航母呢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 伊朗真有胆吗 他能不能怂啊 怎么说呢 我告诉你伊朗 即使没党 他或许就是没党 他也害怕 他也不知道后果 因为大炮小伙 他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例子 在那摆着呢 谁也没想到说 俄罗斯干个乌克兰 干了三年没干来 对吧 大家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说了 说哎呀妈 一个星期也能复克兰废了 他打完乌克兰 坚持下来了 伊朗也不敢说 我干完之后 我一定能赢 所以他也秃不秃啊 对吧 但是老铁们 我请大家回忆一下 我请大家回忆 当年1979年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面对的人是越南吗 对不 是苏联 因为当时苏联 刚和 侯的 签了一个友好盟约 同盟的 这是军事化的协议 虽然说只要有人打你 我就出兵 我就救你 你要知道当时苏联在北方 陈兵百万呢 这个情景就跟今天啊 美国和以色列到底是一样的 大家认为苏联必救侯的 对吧 就和今天认为美国必救以色列是一样的 可是当时还是干了 那现在情况老铁们放在伊朗身上 以色列跟美国身上 你说现在的美国 他能比苏联强吗 伊朗他为啥不敢呢 他有什么不敢打的呀 而且你就看 现在只是俄罗斯这边 被乌军给拖住了 甚至出现了伊朗 把导弹又送给俄罗斯的情况 老铁们你想想 俄罗斯咱就说啊 虽然有点辣 虽然说乌克兰那个五个旅 干到俄罗斯国内 到底再没解决呢 我就问你 你觉得俄罗斯可能输吗 咱们长点脑子的 你就说俄罗斯可能输吗 虽然有点辣 他这个问题必解决 有一个网友说了 说完这个咱说谁 说中东啊 今天中东的消息比俄乌可大多了 对不对啊 为啥我会说美国也好 以色列也好 我们昨天就说了 在中东他们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不对 今天兄弟们有一个消息非常让人震惊 我相信你们都看见这个消息了 有看见都给我打看到了 好不好 什么事 熊猫这边正式的宣布 让所有在黎巴嫩的同胞紧急撤离 这个原话怎么说的 我给你调出来家伙们 我给你们念一念原话咋说的 说了东方大国驻叙利亚大使馆 22号提醒 再离东方大国公民 利用商业航班仍然仍然在运营的时机 赶紧回来 赶紧离境 啊 就是以避免风险确保安全 如果你非得留那 你必须得提高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马上报警 并且与东方大国驻当地大使馆取得联系 家伙们 这个信息意味着啥 用我说吗 是不是不用我说 韩金亮有多猛 你们都知道了吧 对吧 说白了 家伙们 这是什么节奏啊 全面准备的节奏了 对吧 是不是这个事 那说到这儿老板就问了 说到底怎么整啊 在美国不是还在继续拖延那个巴以赫弹那个结果 咋突然干起来的吗 啥事这是 其实我还是昨天跟你们说的一样 伊朗虽然是 由于伊拉克 包括越旦 这两强头场 它有点坑爹 导致伊朗这边迟迟没动手的机会 但是这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老铁门 人伊朗早就已经给出答案了 40万大军不好送过去 我小批量我能不能送过去 是能的呀 对不对 小批量几千人送过去 就已经让你以色列吃不消了 我这是给你整个开胃菜 所以说伊朗现在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 我一回送过去一千多个人 然后武器装备我分开送 这样一来不断 不但弥补了反美武装指挥官稀缺的问题 而且人少了 伊朗这边后勤压力是完全没有的 你们可别觉得说苏文 你是不是开玩笑呢 我一点没开玩笑 就像这次啊 这样吧 美军101空降师 前脚不是炸了俄罗斯高加索港的杜伦吗 后脚伊朗这边 连续第三天开始行动 伊朗这边居然一口气啊 打算一口气往黎巴嫩那边送两万个民兵 你们没听错 就是两万个 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吗 不是 这次伊朗这次伊朗居然还打算给黎巴嫩这种党出售一批大坦克的 好家伙了 这演都不演了 又是送兵 又是卖坦克了 而且这还是明面上的呢 加上 根据以色列情报局的最新消息啊 就这段时间 伊朗直接下血本 在黎巴嫩的某个大山里面 搞了三条无人机的生产线 八条火箭炮弹的生产线 干啥呢 说白了 就是伊朗已经发现在伊拉克和越旦不好合作 是不是 那就不合作了 直接派小批部队直接干到黎巴嫩 再把武器弹药生产线巴给你送过去 你这么一来没有后勤补给的封锁 也没有后勤补给的压力 而黎巴嫩也有打持久战的资本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家里有人说 为什么是黎巴嫩 因为黎巴嫩就是大哥们计划表上 接替哈马斯第二个消耗以色列的梯队 包括野门胡塞武装也是 有人说伊朗会不会直接下场 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是不会的 目前是不会的 什么时候下场 等着美国大选 你们可以去看 而且最关键什么呢 虽然说伊拉克政府是有点拉了 开始说美军还不着急撤出去了 反正 但是反正就因为他这么做吧 我得干嘛 那伊拉克反美武装就跟吃了怒气碗似的 直接就狂怒爆炸了 而愤怒之后啊 要发现的话 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干美军 也就因为这件事 昨天伊拉克的反美武装 再次 老铁门再次开启了一个 对伊拉克美军基地 大规模袭击的行动 而且这次还有更狠的消息呢 这次不只是跟黎巴嫩支柱党啊 这个这个配合对以色列进行轰炸了 而什么呢 伊朗这次啊 直接往野门也送过去了人 送了多少人呢 往黎巴嫩送两万 往野门送了一千八百名伊朗的民兵 虽然不如往黎巴嫩送那两万人厉害 但是伊朗这次啊 这样呢 往野门送民兵 我跟你们说 中间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 什么事 这次伊朗